Hello 大家好 今天我们一起来聊一聊iPhone在中国大陆被阉割的功能 跟大家讨论一下国行版本的iPhone和国外版本的iPhone相比 都有哪些功能被阉割或者关闭了 这对我们用户来说意味着什么 第一个功能就是eSIM功能 eSIM就是电子SIM卡 可以不需要安装实体的SIM卡就可以使用这个手机 这项功能国内移动营商已经全面停止了支持 停止支持eSIM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 第一是eSIM对运营商来说增加了管理成本 而没有太多的好处 二是eSIM使得电信诈骗更加难以监管 诈骗分子可以随意获取手机号进行诈骗 所以在国家严厉打击电信诈骗的背景下 eSIM也就被叫停了 第二项被阉割的功能就是CoolKit 这个功能简单来说就是当你在使用第三方的软件语音通话时 可以直接在iPhone的拨号界面接听 而不需要打开软件才能接听电话 这样既方便用户也可以避免漏接第三方软件的电话 但是这个功能同样被要求关闭了 原因是国家要求对所有的电话通话都要进行能够监管和记录 CoolKit无法做到这一点所以被关闭了 第三项是Walki-Talki 就是使用iPhone的对讲机功能 这个功能可以建立本地的网络 进行点对点的语音通信 无需经过运营商的网络和服务器 但这也正是问题所在 无法对通话内容进行监管 所以同样被要求关闭了 第四项是Facetime语音通话 国内版本的Facetime只能进行视频通话 无法进行语音通话 而国外版本是支持的 这其中的原因大家也能猜到 同样是出于监管的目的 第五项是卫星紧急救援功能 这个功能通过连接卫星网络 可以在没有网络信号的情况下 发送紧急救援信息 iPhone14的时候 这项功能就已经被加上了 但是在中国并没有落地使用 原因不言自明 信息无法被监管 第六项是5级毫米波 美国的iPhone支持5级毫米波信号 可以达到更快的网络速度 但我们的5级网络暂时还不支持毫米波 iPhone15国行版本对毫米波仍然是不支持的 第七项是Apple Pay的功能 被阉割了 国外可以直接使用Apple Pay 绑定Apple Card进行交易 售信等等 但国内版本只能作为一个普通的支付功能 除了这些具体的功能之外 最主要还是内容审查方面的阉割 很多App 游戏 新闻 书籍等 都无法登录中国区的App Store 苹果Arcade Apple News Apple TV家等服务也都没有在中国推出 要解决内容方面的阉割 一个办法是注册一个美区的Apple ID 通过切换ID的方式 访问那些在中国无法使用的应用和服务 所以我建议大家可以在自己的iPhone上面 注册两个Apple ID 一个中国的 一个美国的 这样就可以在同一台手机上面 来回来切换Apple ID 从而能够使用一些美区的一些应用 服务等等 总结一下 iPhone在中国所面临的阉割 主要有以下几个大类 SIM卡和通信相关的 如eSIM Walkie Talkie等 这些都是出于监管需要而阉割的 通话和通信方面的 如QualKit Facetime 语音 同样出于监管的一个考虑 内容审查方面 各类的应用 游戏服务的阉割 部分硬件功能的阉割 如卫星紧急救援等等 这些都是我们作为普通用户 无能为力的 但通过注册美国的Apple Store账号 可以部分规避内容方面的阉割 iPhone 15发布了 让我们拭目以待 它的中国会有哪些功能 会被继续阉割 但有一点可以肯定 内容审查方面 只会越来越严 这也是每个中国用户 都必须面对的现实 如果你喜欢我的内容 欢迎点赞关注 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跟我讨论 感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